大学舍友总是让我给他背过 他逃课 说是我感冒了 帮我买药 他夜不归宿出去鬼混 和导员说是我喝醉了 要照顾我 后来 他乱玩不注意防护得了病 又说是我故意传染给他 他把自己塑造成了受害者 我却被孤立网爆 最后抑郁乘急而死 重活一事 在他赶我出去 偷偷领女孩回寝室那天 我带着导员和同学一起杀了回来 敲响宿舍的门 开门 茶水表 咚咚咚 开门 茶水表 我压低声音 敲响了我们宿舍的门 此刻宿舍里 林野正跟他带回来的姑娘 在里头鬼混 隐隐还有些压低的声音传出来 我在外面敲门 身后跟了宿管老师 以及导员 年纪主任 和几个见证的同学 我重生在被林野赶出宿舍的那一刻 重生在了 我还没有被林野污蔑 没有被网爆的时候 上辈子我发烧 正在宿舍休息 林野因为舍不得花生活废去酒店 就带着心泡道的小太妹 混进了宿舍 他不顾我正在生病 一脸嚣张地将我赶了出去 甚至放话 让我站在楼梯口前给他站岗 防止宿管老师来巡查 我就这么发着烧 站在太阳底下 给他守了两个小时 我是沈家报错的假少爷 真少爷回来后 大家都看不起我欺负我 只有林野为了我的钱 还勉强跟我当兄弟 即使知道林野不怀好意 但依然把他当好兄弟 对他掏心掏肺 他逃课被发现 说是我感冒了 非要让他帮我买药 林野夜不归宿出去鬼混 他就跟导员说是 我夜不归宿喝醉了 只能出去照顾我 导致我在导员心中印象恶劣 错过了宝岩的机会 林野生活费花完了 没有钱泡妹 就借我的钱和豪车出去装病 他睡了别人的女朋友 也要拉我出来挡枪 报我的名字 导致我被人家带着小混混找上门来 在学校被打 险些被劝退 他最常扑我的话就是 只有我愿意拿你当兄弟 其他没有人会真心对你 就这样 我心甘情愿 替他大学背了四年的锅 最后 林野因为约炮约到了生化母体 染上了艾滋病 他却逼迫我 支付他一辈子的医疗费 他穿着病号服 双目星红地攥着我的肩膀 当初你为什么不劝我 你要是阻止我 我现在就不会染上艾滋病 你得对我的人生负责 我彻底看透了林野 拒绝了他无理的请求 要与他老死不相往来 没想到 这把林野逼到了绝路 他开直播网抱我 要拉我同归于尽 他说 是我出去鬼混染上了脏病 回宿舍传染给了他 还将他自己做的龌龊事 多安在了我的头上 将他塑造成受害者 因为他以前出去惹事 都是打着我的名头 我一时有口难辨 被愤怒的网民网报了整整半年 他们罢 出我的住址 给我鸡带写的避孕套 还将我的脸屁黄图 挂到男童信念网址上 导致我的电话被打爆 最终我不堪网报 抑郁自杀 还记得我跳楼前 林野还在下面开直播播流量 我带无尽的委屈与恨意 从学校天台一跃而下 还好老天有眼 让我重生了 这辈子 我一定要让林野这个人渣 自食恶果 随着我的敲门声响起 寝室里不堪入耳的叫声 和床铺直嘎响的声音停止了 林野不耐烦的声音传来 谁啊 我压低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查水表 过了一会儿 寝室里 响起稀稀素素的穿衣声 以及开窗的声音 林野骂骂咧咧地打开了门 查你妈 老子 一开门发现 门口站着 是我和诸位老师同学 林野愣住了 沈时玉 老师 你们 导员黑着脸进宿舍转了一圈 林野的床铺还凌乱不堪 明眼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垃圾桶里 还丢着一个套套 但另一个女主人公小太妹 已经不见了踪影 我瞥了一眼窗户 应该从窗户跳走了 我们寝室在一楼 刚好没安防到窗 可以打开窗户 没有抓到人 导员只能冷着脸 严肃地警告了林野几句 带着一群人 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人都走后 林野喝完剩下的 半瓶一拉罐的酒 将一拉罐丢在脚边 狠狠碾压 压底眉眼看着我 沈时玉 怎么回事 兄弟那么信任你 你竟然帮着老师 还逮我 我往后退了一步 林野四肢发达 人高马大 我俩要是在这里 动起手来 我还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我还是装作像上辈子 那副瘦气包的样子 苦口婆心道 没有 林野一向把 泡过多少女人 当作她的谈资 我对此暗骂神经 怪不得以后会得病 我没有表露出不满 只是劝道 林野 今天这个女的是 隔壁体校足球 对陈明的女人 你要是睡了她 陈明不会放过你的 我又压低声音 陈明她跌在这块有关系 我怕你摊上事 陈明有人照着 是公开的秘密 说到这里 林野才对我将信将疑 林野想了想 松了口气 拍着我的肩膀 好兄弟 多亏了你想到了这一层 突然 她话锋一转 食欲 你再借我点钱吧 我下个月一定还你 我茫然看着她 怎么又借钱 当然 是在酒吧开台 装逼请客了 林野每次出去 跟她圈子里的朋友 去喝酒 为了装逼 必然会请客开台 加上点妹妹跳舞 一晚上七八千块钱 我为难地看着她 林哥你不知道 我爸已经断了我的零用钱 一听说 我没钱 林野立马急了 她还指望这笔钱 晚上装逼呢 怎么可能 虽然你是个赝品 但好歹也姓沈啊 我冷冷勾了勾唇脚 这么明晃晃地 往我伤口上撒盐 我前世还傻乎乎 把她当好兄弟 我给她看了我的余额 发现只够我 这个月吃饭的钱 林野不耐烦地 抓了抓头发 出去了 你先休息吧 我走了 我重生醒来 第一件事 就是把余额 都转到了另一张卡里 这辈子 林野休想再从我这里 拿走一分钱 林野出去了一圈 估计还是没借到 又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她借 食欲 你身边不是很多富二代朋友吗 你开个口 大家不会不给你面子的 我内心冷笑 搬出了平日里 她破我的那套说辞 林哥 他们都看不起我 怎么可能借我钱 林哥 你只是唯一的兄弟了 下个月我吃饭还得靠你呢 我还没说完 就被林野挂了电话 上辈子她跟我借钱 我眼睛都不眨地转给她 要是换我向她借 恐怕我就是饿死 她都不会管我 林野直到宿舍落索 也没有回来 我原以为她今晚 不会再找我了 没想到一点多她 突然给我发了条消息 是一个视频 我点开一看 差点把手机扔出去 床上交缠在一起的 一男一女 男的是林野 女的竟然是苏家的 一个私生女苏雪 林野粗鲁拽着她的头发 苏雪嘴里 说着一些不堪入耳的话 仿佛女人的叫喘 就是林野的兴奋剂 随着视频发来的 还有两条信息 林野 今晚得吃 林野 苏雪上起来也不怎么样啊 从林野的字里行间里 我隐隐看出了 炫耀和报复的意味 她以前泡妹 从来没有给我发过 如此劲爆的视频 我猛然想起来 大家好像都在传闻 我暗恋苏雪 更有人说我是因为苏雪 才来了这所大学 这谣言我一直没管 没想到林野却当真的 她以为我喜欢苏雪 而我今天又没借她钱 所以她睡了苏雪 发给我视频 刺激报复我 苏雪还不知道 她已经被偷拍 成为林野攻击我的资本 我没有回复林野 将视频默默保存起来 这视频说不定有大用场 第二天的早八课 林野没有来 只发了一句 让我帮她牵到 她使唤我 向来使唤的顺手 有时候 我也有时上不了课 她就让我花钱请代课 顺便给她也请了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这辈子 我是不会干的 上课授课 老师点名时 我回答完我的 接着就以肚子疼为借口 猫着腰去厕所了 所以 老师点到林野时 我刚好不在 她被寄了旷课 坐在我旁边的是 她一脸好奇 哎 你今天怎么不给林野达到 在他们眼里 我可是林野中心的背锅侠 今天竟然没给林野达到 我扬了扬手里的纸 不好意思到 肚子疼 去厕所了 我也没办法 这杰克 老师要收前两周留的作业 是自己拍的视频作业 要求反映校园美景 与红色文化结合 这个老师很严格 如果这个作业交不上去 铁定要挂科的 我突然想起来 林野好像没发给我她的作业 应该是她整天出去鬼混 压根就没拍 也没剪辑 我给她发消息 告诉老师要收作业 过了十分钟 林野 你改改你的帮我交上去 林野 别让我挂了科 我看着她轻飘飘的两句话 简直要气笑 改我的作业交上去 老师又不傻 一样的素材晃晃顺序 她能看不出来 你自己挂科就挂科 别害我一起挂 我划了华与林野的聊天记录 看到了昨晚她发的视频 我用十分钟的时间 剪辑了一下视频 将苏学整个人都胡上了 严严实实的马赛克 只能看出来是个人 将她的声音也剪掉了 放大了林野的喘息与辱骂 随后在班级小程序 统一上传作业时 我输入了林野的学号 上传了这段视频 不出意外 刚传完作业 不过两个小时 林野的电话就打到了我这里 我慢悠悠地接起电话 就传来林野的怒吼 沈时玉 你大爷 你给老子提交作业 提交了什么 我勾了勾唇脚 装傻充乐 提交了我剪的视频啊 怎么了林哥 林野崩溃 老师的电话 已经打到我这里了 你自己看看 你都教了些什么 我过了一会儿 假装惊讶 我靠 林哥 我不是故意的 这俩视频挨着 我点错了 林哥 我真不是故意的 要不我去找老师 说我不小心点错了 跟你没关系 林野冷静下来 立马反驳了 我要去找老师的意见 要是我去找老师 他旷客没来 让我代为提交作业的事 就暴露了 半赏 林野咬牙切齿 这次先放过你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挂了电话 我在床上笑得上气 不接下气 那段视频 只有林野裸着身子 对着马赛克在怂动 可想老师 看到视频时的崩溃 最终老师 没有听林野的辩解 直接给他挂了这门课 下学期不考 我知道林野挂科的消息时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上一世 我也给林野代交作业 因为我俩交的作业相似 看一眼就知道抄的 老师找到我们问谁是抄的 林野支支吾吾不主动承认 最终我俩 都被判了很低的分 事后 我本以为林野多少会有些愧疚 没想到 他既然反咬我一口 他语气理所应当 这下好了 你要是主动承认 咱俩至少能保住一个 我怎么有你 这么没用的兄弟 因为他的话 我伤心了好久 这种自私自利 损人利己的东西 这辈子 我绝对不会让他有好果子吃 因为这件事 林野仇视了我很久 见到我就冷哼 带着其他宿舍的男生 开始孤立我 但我根本就不care 其他人 看我一点不在意林野 都在猜我怎么转性了 直到我在一家餐厅遇见了林野 他又在请他的兄弟们吃饭 但此刻桌上的气氛有些微妙 大家的目光都在飘向另一桌 我顺着他们的视线看过去 发现另一桌我们班长 在跟一个甜妹表白 甜妹叫于浅浅 是舞蹈体育学院的一个学妹 我眼珠转了转 林野此刻脸色不好看 因为他追于浅浅好久了 我正准备走 突然林野看到了我 食欲 他一喊 其他人都看了过来 班长跟于浅浅 也发现了我们的存在 林野笑着过来搂住我的肩膀 哥俩好似的把我拽了过去 我暗骂一声倒霉 林野笑得如沐春风 浅浅 你也在 一起吃饭吗 于浅浅也知道 林野是死装哥 不是很想搭理他 刚想拒绝 林野拍了我一把 抢先道 这是我兄弟 沈家大少爷 给个面子 又来了 每次都这样 林野内心看不起我 觉得我是假少爷 但每次都把我抬出来挡枪 班长连野拉了下来 与其生硬 林野 我先邀请浅浅学妹的 你这样半路截胡 不太好吧 林野笑得志在必得 听说 他就打算在最近 跟于浅浅告白 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无意中露出了 我几千万的限量款万表 班长 我兄弟沈家少爷可在这儿 我相信 浅浅肯定是愿意 给食欲这个面子的 哈哈 于浅浅很为难 他不想答应林野 但又畏惧我的身份 起码在他眼里 我是跟林野站在一起的 所以 我得找个台阶 给于浅浅下 我讽刺地看了眼林野 看着他 这副狗杖人士的样子 惊讶地开口 林野那会儿 不是说早就追到于浅浅了吗 此话一出 在场人脸上都是一僵 连林野都蒙了 我趁热打铁 啊 林野前几天在宿舍说 于浅浅早就是他女朋友了 还说 都没追几天就答应了 林野一把攥住我的胳膊 脸和脖子都气红了 闭嘴 沈时玉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无辜地眨眨眼 哦 对 上次林野喝多了说的 可能是玩笑话 我当真了 于浅浅连也气白了 这跟屌丝男造黄瑶 有什么区别 班长和其他人 也都是一脸戏谑 林野急的语无伦次 浅浅 我没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别人眼里 林野现在 就是在社友面前 吹牛逼的屌丝男 于浅浅后退一步 躲开他的手 愤怒地给了他一巴掌 你离我远点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班长互助于浅浅 也来帮枪 你这种得不到 就造谣的人 真是人渣 林野急的满脑门汗 他想要开口解释 他一开口 必然是泼我脏水 我立马更大声地打断他 不好意思 于同学 我不知道林哥说 早拿下你了是开玩笑 让大家看笑话了 大家不要误会他们 今天全场 我买单 林野一句话没插上 全场的欢呼声 盖过了他的生意 大家一边吃免费的美食 一边小声曲曲刚才的事 目光时不时地撇向林野 最终林野坐不住了 将筷子拍在桌子上 一把攥住我的胳膊 沈时玉 你给我出来 林野将我带到一个 没人的胡同里 转过身来 挥手就是一拳打来 幸亏我早有准备 一闪身躲过 反手将他的胳膊 反减在身后 啊 林野杀猪般的嚎叫传来 沈时玉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放开他 一脸无辜地退至一旁 林哥 说话就说话 你干嘛动手啊 我没有造谣 这可都是你亲口说的 我装傻 但我没说错 刚才我对于浅浅说的话 林野确实说过类似的 当时他喝醉了 给于浅浅发完消息 于浅浅没有回答 林野将手机置在床上 搭着舌头道 装什么 早晚有一天拿下你 于浅浅成为老子女朋友 是早晚的事 恐怕过几天 他就主动来填老子 哼哼 任谁都知道 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他没想到 今天他的几句玩笑话 反而成了我的把柄 林野眼神阴狠 他看出来 我变了 他揉着发痛的手腕 开始跟我打感情牌 食欲 你忘了谁是你最好的兄弟了吗 你别忘了 他们都看不起你 只有我把你当朋友 我一脸痛心疾首 林哥 我当然记得 所以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忘在心上 我都信 我没想到 你说的那是玩笑话 林野被我堵得不上不下 只能打掉牙齿活血吞 毕竟他还有用得着我的时候 暂时还不敢跟我撕破脸皮 林野狠狠踹了一下墙 催了一口 这样 你先借哥点钱 哥有急用 他一说 我立马哭穷 我刚才为了赔罪 钱都用来给全场买单了 我现在连打车回学校的钱都没了 林哥 你先借我点钱打车吧 林野看我 这副一毛不拔的样子 随便找个借口 赶紧走了 他走后 我收起可怜巴巴的样子冷笑 上辈子林野拿我的身份压人 大小的锅我都替他背了 这辈子 我可不会再惯着他了 我回到宿舍 林野还没有回来 估计今晚又不回来了 旁边宿舍的送意 看到我自己一个人 露出一个玩味的笑容 沈哥 终于想通了 他没明说 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想通了 不再给林野当背锅侠了 我笑了笑 以前不懂事 现在不再做冤大头了 他朝我竖了个大拇指 你都不知道 林野那家伙 打着你的旗号 干了多少事 听说 他睡过医学院的院花 就是打着你的名头 才得手的 宋义给我讲了很多 林野打着我的名头 干的恶心事 我越听 脸色越冷 原来我知道的 只是冰山一角 在看不见的地方 林野真是丧尽天亮 我拍了拍宋义的肩膀 谢了哥们 我说上辈子 我被林野污蔑 传染给他葬病时 周围人都坚信 我是这种乱搞的人 原来林野早就在他们心中 把我的形象搞臭了 就在我想办法整林野时 他自己先送上了门 他一早给我打了电话 食欲 帮哥们的忙 把你那辆闲置的保时捷 借我开开 还有借我身衣服 和你的绿水鬼带带 我知道 林野又要出去装逼了 他上一世 就借着我的行头 去睡了个美女 结果大美女有对象 人家对象 凭着这身行头找上了我 在学校打了我一顿 这件事影响极其恶劣 他这是又想借着我这身行头去装逼了 我内心冷笑 好啊 林哥 你回来 找我拿钥匙就好 我转了转手腕上限量款腕表 好戏要开始了 我将一身高定西装和腕表 借给了林野 还让他开了我的保时捷 林野的头发 用发胶固定 还挺人母狗样 听说最近他攀上了苏家大小姐苏默 要去参加苏默的游艇生日宴 他在镜子前整理自己的头发 得意洋洋 他仿佛已经幻想到了 自己拿下苏默 成了苏家女婿 继承苏家财产的情形了 我知道你是个假少爷 去不了这么高端的宴会 放心吧 等哥们拿下了苏默 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我表面替他高兴 内心轻神 恐怕他发达了 第一个踹开的就是我 林野满面春光地出了门 上了我的保时捷 带着墨镜扬长而去 他走后 我也拿出那张游艇的邀请函 他不知道 我也收到了这张邀请函 可以去现场看好戏了 我紧随他后面进了宴会 门口保安恭恭敬敬地 喊我一声 沈少爷 虽然是假的 但好歹 被沈家养了二十年 我坐在二楼角落里 观察着大厅 林野凭借一身行透 和有意无意露出来的万表 倒是收到了不少青睐的目光 虽然大家不知道 他是哪家少爷 但万一是苏默的朋友 或者是新贵呢 大家默认他年轻有为 都有意结交 林野被他们捧得飘飘然 凑在一起 最少不了的 就是八卦 说到沈家真少爷 马上回国了 自然就要 把我这个假少爷 拉出来编尸 一些公子哥 提到我就露出轻蔑的笑 毫不掩饰地骂我一句冒牌货 林野迎合着他们 骂我是赝品 你们不知道 我跟这个赝品是摄友 以前觉得他人还不错 平日里没少帮他 没想到 他就是个人渣 一看其他公子哥来了兴致 林野添油加醋地 把他的光辉世纪安 在我的头上 当做笑话讲给他们听 林野晃了晃手中的香槟 恶劣地歪着嘴笑 他还偷过我的万表和衣服 毕竟他这种low活出去泡妹 连身像样的行头都没有 哈哈 他们都笑了起来 我看着林野像小丑一样 在其中笑得最欢 林野转了转万表 得意不已 突然 其中一个留学回来的公子哥 眼神一亮 看着林野一脸细血 林哥 你这表看起来也不真啊 此话一出 林野愣了一下 笑得更欢了 怎么可能 我这可是全球限量款 他更得意地伸出手 让大家都看看清楚 这一看 其中几个识货的公子哥 都变了脸色 表盘色则不对 纹理也不对 林野表情更轻蔑 用不识货的眼神看着他们 突然 一个人喊道 天啊 这logo都是错的 我在二楼没忍住笑出了声 林野的表情彻底僵住了 赶紧将表反过来看 发现背面边上的logo拼音 竟然多了一个A 众人瞬间变了眼神 林野在他们眼里 一下成了用假货装逼的死装男 不知谁说了一句 那个 好像这衣服也不怎么针 林口的褶子都对不起 胸前刺绣的纹理也不对 人们仔细一打量 发现袖口竟然已经有了 轻微脱线的现象 林野的脸上 轻一阵白一阵 手足无措 怎么可能 但事实摆在面前 他又不得不承认 毕竟这腕表也假的太离谱了 周围人看着他议论纷纷 林野脸上挂不住 疯狂给自己找播 哦 对 我想起来了 一定是沈时玉偷了我的衣服和腕表 他就是嫉妒我 看戏看够了 我放下手中的香槟 整理了一下衣服下摆 慢悠悠地从二楼下去了 当看到我出现在楼梯上时 林野以及周围的公子哥 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 毕竟在他们眼里 我这个假少爷 是不可能有资格参加 苏家大小姐的生日宴的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 我身上穿的衣服 以及戴的腕表 与林野的一模一样 林野咬牙切齿 你们看 是沈时玉 我就说是 他偷走了我的衣服和腕表 其他人都像傻子一样看着他 林野 到底谁的衣服是借来的 谁心里清楚 林野冷哼 沈时玉 我劝你把我的衣服还给我 你这种人 怎么配来玷污苏小姐的生日宴 快说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我刚想拿出我的邀请函 突然一道清冷的女生插进来 是我邀请她来的 一个穿着黑色礼裙的女人 逆着光从门口进来 苏家大小姐苏默 冷冷地看着林野 林野自来熟地冲着苏默笑 自以为深情万分 默默 你来了 我怕沈时玉 玷污了你的生日宴 苏默站在我身边 给了我一个安心的眼神 时玉是我的朋友 倒是你 怎么混进来的 我根本不认识你 此话一出 林野脸上万分难看 原来他连邀请函都是骗来的 林野焦急地开口 默默 你忘了吗 我们见过呀 当时 你还多看了我几眼 在场公子哥默默望天 又是一个妄图飞上枝头 变凤凰的软饭男 林野被保安强硬地请了出去 在拉扯中 他的假货西装裤还扯破了 直接露出了里面的黑色钉字头内裤 林野脸色爆红 最后恶狠狠看了我一眼 狼狈离场 一场闹剧结束 苏默不自然地看着我 我还以为你 不会来了 语气里带着小女儿的埋怨和撒娇 我失笑 将苏默额前的碎发挽到耳后 露出精致的脸 怎么会不来 苏默原本该是我的未婚妻 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直到我被发现是沈家假少爷 没资格跟苏默结婚 要让真少爷跟苏默联姻 那时候 苏默哭着让我带他走 他不介意什么真假少爷 而我因为被周围人歧视 所谓男人的自尊心 受到了创伤 我辜负了苏默的情谊 将他推开 甚至对他恶语相向 最终 苏默为了逃避与真少爷联姻 自己跑到国外 前世直到我死 他都没回来 而这一世 我给他发了邮件 没想到 他真的回来了 这件事 林野被朝上了学校论坛 话题盖起来几千层楼 林野太搞笑了 没有少爷命 一身少爷病 人家沈时玉 好歹当过少爷 林野算个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一身假货 还去了苏家大小姐生日会 我回到宿舍时 宿舍一片狼藉 一拉罐滚了一地 我的床铺上被泼上了水 衣柜里也凌乱不堪 后来几天 林野再也没出现在学校里 毕竟大家都等着看他笑话 他不敢出现在学校里 被人嘲笑 我是沈家少爷的事 又活起来了 虽然是假的 但人家好歹姓沈 肯定不会比一般人过得差 平日 我就看沈时玉穿着很有钱 而且沈时玉真的很帅爱 我没有在意这一些 直到再一次下课路上 林野曾经追过的于浅浅 向我表白了 于浅浅一身浅粉色裙子 笑得腼腆 沈学长 其实当初你拆穿林野时 我就已经喜欢你了 大家都以为 我不会拒绝于浅浅 毕竟他可是体育舞蹈学院的韵花 我轻轻一笑 委婉拒绝了他 锦上添花的爱意 我不需要 没想到于浅浅跟我表白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林野耳朵里了 当天晚上 林野就回来了 他一脚踹开宿舍门 揪着我的衣领 双目星红 妈的 沈时玉 你耍老子 我轻轻松松掰开他的手 林野 我没耍你 这都是你自找的 他想给我一拳 被我轻松躲过 然后我一拳砸在他脸上 他呲牙咧嘴地爬起来 捂着肿了的脸 向我放狠话 好 沈时玉 你等着 林野没在我这占到便宜 我还在好奇 林野会怎么报复我 没想到过了两天 学校突然传出 我在外面做鸭子的丑闻 论坛上还贴了很多照片 身形跟我相似 但看不到脸 沈时玉的钱 都是做鸭子换来的 沈时玉被富婆包养了 才会那么嚣张 甚至还传出 我已经身患没毒 艾滋的消息 说我在外面乱搞 是学校的耻辱 一群人喊着 要学校将我开除 这件事上了热搜 A大学生卖身乱搞 一时间 我成了学校的耻辱 我本想澄清 但发现突然之间热搜 就没了 关于我的黑料 我勾了勾唇角 看来我想的没错 需要我帮忙吗 确实是苏莫干的 我让他先不要插手这件事 让热搜发酵 毕竟舆论越大 以后反击才能越强烈 林野还发了卖惨视频 说我偷他的衣服和腕表 还抢他的女朋友 我被众人声讨 看着林野 把我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而我的手机里 却存了几个视频 这就是我 将来反击最好的证据 我的名声臭了 林野也回到了学校 虽然大家看不上 他没钱硬装 但当下 还是一起声讨我 林野每天都在公共场所 讲述我的恶行 说我私生活混乱 不配为A大学子 直到我回宿舍时 听到了他打电话 这节课我有课 林野以为我去上课 但事实是我去了 被人当猴看 反而没人认真听课 教授让我暂避风头 等事情查清后再去 回到宿舍 我刚好听到了林野的声音 我扬了扬眉帽 拿出手机开始录音 这点料行吗 不会控制不住他吧 他要是成了瘾 就任我拿捏了 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 太贵了 便宜点 到时候他喝完药 把那个得了艾滋病的婊子 扔他床上 好好伺候伺候他 我竟然没想到 林野如此恨我 想要要控制我 也是真的想让我染上艾滋病 林野得意洋洋 还不知道他的计划 已经被我听到了 还存了证据 就在林野再次在论坛上 发我是如何抢走他女朋友时 突然一个新账号空降热搜 投下了重磅炸弹 是一段视频 一段音频 视频是多人聚会的场景 跟林野发的曝光我的照片一样 不过视频里 那个男人不是我 而是林野的脸 被男男女女围在一起 再歌再舞 场面一度落眼睛 而那段音频 就是林野密谋害我染影 还要传染我艾滋病的音频 这条热搜挂在首位 怎么撤也撤不下来 众人哗然 纷纷涌入热搜 我的妈 长见识了 林野竟然是这种人 是她在陷害沈时玉 林野不会是嫉妒于浅浅 跟沈时玉表白了吧 林野在微博封了一般 发成青铁 但都石沉大海 甚至她账号都被封了 我在心里默默为苏默 点了个赞 效率真高 真给力 林野像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 被学校直接开除 她求院长给她赐机会 院长压根不见她 吃瓜同学们 围住她指指点点 甚至 还有人义愤填膺地 朝她吐口水 林野面目猙獰 滚 都滚 都是你们害我的 沈时玉 我找人弄死你 她疯了一般冲出去 嚷嚷着找人弄我 而我也同时发布了消息 我会起诉林野 侮辱诽谤 让法律制裁她 没想到林野消失了几天 突然下半身全是血 疯疯癫癫地出现在医院 嚷嚷着 自己得了艾滋病 整个人都有些精神失常 原来她又去找她所谓的卖药的大哥 想借她的手弄死我 但她以前的钱 都是借的这位大哥的 还欠了她很多要钱 那个所谓大哥 一看林野被起诉 马上要进局子 可能这钱要打水漂了 逼着林野还钱 可林野哪有钱 为了教训她 那大哥直接找了重症艾滋患者 狠狠地报复她了一顿 林野跑到医院一查 果然中招了 我没有放过她 坚持起诉 她被判了一年 名声臭了 身体也毁了 就算以后出来 也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正常生活了 她本来可以有光明的人生 但是都被她自己的贪念 做没了 而我 总觉得重活一次 不该失去勇气 我勇敢地去 重新追求了苏默 无论是真少爷还是假少爷 我的知识是实打实的 我的能力是实打实的 我的爱也是实打实的 我如愿跟苏默订了婚 收到了所有人的祝福 包括那位真少爷 他并没有怪我 抢占了属于他的人生 他在国外 也遇到了真爱 订婚那天 我们相逢一笑 敏恩仇 或许将来 还可以成为互相扶持的伙伴与兄弟 我们的美好日子 才刚刚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